这节课我们学习ES6下一个新的特性 叫做Iterator 这单词的本意叫做迭代器 大家看我的PPT 我们这边写到说 它是一种接口的机制 为各种不同的数据结构 提供统一的访问机制 我们可以认为 当然这个迭代器 是可以对数据结构进行可迭代 或者更通俗一些 我们叫做可便利 在前面的课程当中 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常用的像 数组 或者ES6新增加的数据结构 像Map、Set 它们是不是都可以是可便利的 对吧 我们可以对它循环便利 取出其中的每一个值 但是大家想一想 其实在我们的GIS4当中 是不是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结构 是不可便利的 那如果我还有这样的需求 我希望对于这种不可便利的结构 我也想让它通过FullOff这种方式去便利 那怎么办呢 其实Iterator就是解决这样的问题 Iterator提供了这样一种接口机制 我们只要遵循这样的接口 那么就能够让我们这些 不可便利的这种数据结构 也可以便利 这个其实就是Iterator 这个迭代器的作用 我们首先应该了解它的作用到底是什么 要知道它是做什么用的 然后我们通过例子 来给大家去演示 如何让一些不支持便利的数据结构 也可以进行便利 这就是它的强大之处 那我们去开代码 我们再建个文件 2-26.js 然后把它引进来 刚才在对于Iterator的介绍当中 我们提到说 它是一个统一的接口 对吧 然后对于这个接口 它其实有一定的要求 当前要使用这个接口 需要去return一个对象 并且在对象里面 需要有一个next 像一个函数 而且next的函数里面 需要return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里面 要有一个value的值 和一个dom的值 我们先实现一下 大家看 比如说我定义一个方法 叫做makeIterator 我们当前用这个函数 去模拟一下 对于next的方法返回值的 这样一个例子 大家看 比如说常参数AR 然后当我们定义这个函数的时候 我们传递一个数组 作为它的参数 比如说数组里面 有这样几个值 A B和C OK 那这样的话 这个数组是不是会传到 ARR这边 我们现在去就是 我们去完成一个便利器的 这样一个生成的函数 那作用呢 就是返回一个便利器就像 大家仔细看我怎么做 比如说 我先定义一个下标 比如叫做next 它呢表示的是 当前我取得的时候 取到我哪一个下标 数值是0 然后刚才我们说 它遵循的接口 是不是必须返回一个对象 而且对象里面呢 需要有一个next的函数 并且next的函数 还应该返回一个对象 在这个对象里面 需要有value的值和down的值 那如果当前数组 会给它传递进来 我想一个一个去取值的时候 那怎么办 我们可以这样 我们判断当前这个索引 和数组的长度之间的关系 如果当前数颖小于 这个长度的话 那是不是说明 当前我这个数字里面的值 还没取完 还有可以取得值 对吧 那这样的话 大家看 我写一个三分预算符 如果当前这个值 小于它的话 那么我就返回一个对象 刚才我们说 对象里面 是不是要有一个 value的属性 和一个down的属性 对吧 value表示对应的值 down呢 表示的是当前所对应的状态 是一个不耳机的值 那value我看 这样的话 我是可以从这个数度里面 通过当前这个下标 取出里面的每个值 当然 每次取的时候 我是不是下一次取的时候 再加加呀 对吧 那down呢 如果没取完 我就表示的是一个false 这边加一个字号 这是当下标 小于数度长度的情况 那否则呢 如果当前这个下标 大约等于数度长度 是不是说明 数度的值已经取完了 对吧 那这时候 其实我们对应的 value的值 就是一个unifind 因为取完了嘛 对吧 然后down的值表示处 表示当前已经 全都做完了 其实大家看啊 当前这个结构 跟我们上几个学的 generator里面这个结构 是不是非常相似 或者说是完全一样的 generator里面 是不是也有一个 nest的函数 每次加入nest的时候 它是不是也是 返回一个对象 在对象里面 是不是对应的 value值和down的值 对吧 这个是一样的 因为generic里面呢 其实自带了 这个nest的功能 大家看 我们现在把当前 这个design系的 声明函数呢 给它付一个值 比如说叫it 叫做iterator list 然后呢 我们输出 it.next 大家看能输出什么值啊 就是6号 你们发现 它输出的 其实就是一个对象 对象里面有value值 是a 当的值是false 这时候 是不是取到过 数据里面的第一个值 对吧 然后大家再看 比如说 我再调用一下next 这时候 是不是取到是b 那我再调用呢 是不是取到的是c 对吧 那如果我再调用 会怎么样 对应的 是不是就应该是 indefined和处 其实 当前这种形式 跟我们上一节课学的 generator是完全一样的 因为generator里面 这个next 其实它返回的 是不是就是 当前一个对象 里面具有vide属性 和荡属性 所以呢 当我们具备了generator 这样一个基础 我们再学这个叠叠器 你会发现 它很容易 对不对 这种写法 跟我们上一节课 generator的写法 是完全一样的 然后呢 我再来讲一下 当前 it.next 这个变地系的过程 到底是怎么样的 大家看 第一步 其实相当于是 我们是不是相当于 是创建了一个指针 对吧 这是不是相当于 类似于是个指针 然后呢 这个指针指向的 是不是当前 整个这个数组的 一个初始位置 下标为0嘛 初始位置 是不是就是0这个位置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成 变地系对象的本质 就是一个指针对象 当我第一次 叫做nice的时候 大家看 它是不是相当于是 指向当前数据结构的 第一个成员 所以呢 它返回A 对吧 然后当时hose 因为还没执行完嘛 第二个这次 当我叫做nice的时候 它是不是就指向了 第二个成员 第三次nice的 只向第三个成员 以此为推 其实这个 就是itrator 这样一个变地系的 一个执行过程 所以呢 我们通过当前 这样一个变地系 生成函数 这样一个例子 确加模拟 这个模拟 nice的方法 反而回值 到底是怎么样的 大家看 跟上几个 generator 是不是完全一样 对吧 把它注视掉 我们再来讲一个例子 我们前面不是说 iterator 可以具有一种 不可变利的结构 也可以让它变利吗 对吧 因为前面的数据 本身就可以变利 对不对 那接下来呢 我们定义一个 不可变利的结构 大家看 比如说 我定义一个课程 这样一个结构 表示呢 当前我们目科网的一些课程 比如说 它里面有个对象 叫做all course 表示啊 我这里面所有的课程 当然我只是 这几书一些 比较有代表性的 比如说 我们的前端课程 fantand 然后呢 它对应的是一个数据 比如说在前端课程里面 我们可能有es的课程 对吧 可能还有 小程序的课程 然后呢 可能还有view的课程 可能还有react的课程 等等吧 对吧 用这四个 去表示前端的课程 当然我们的目科里面 除了前端课程以外 是不是还有一些 后端的课程 比如说我们叫做backend 比如说后端 后端里面呢 比如说有java的课程 然后呢 比如说还有python的课程 然后呢 比如说还有 spremeboot的课程 OK 然后呢 大家看 比如说对于移动端来说 比如说我们叫webapp吧 表示我们的移动端啊 它里面可能有 安卓的课程 然后呢 还有iOS的课程 等等吧 OK 这个就表示当前 我们的一个课程的 这样一个结构 描述的是我们当前 所有的课程 然后呢 包括前端的 对应的是个数据 后端的是一个数据 然后呢 移动端是一个数据 这样一个结构 大家想一想 如果当前 我想用foroff 这样一个便利 去便利当前 我cars 这样一个结构的话 大家觉得能够便利吗 我们试一下 比如说我们当前 后运环 foroff嘛 你便利谁 是不是就off 哪个对象 对吧 然后呢 比如说我今天一个 就叫做c吧 cars的数字母 然后呢 我输出这个c 保存 它会怎么样 你们发现这边报错吗 我们翻译一下 什么错误啊 这个错误是说 我们当前要去尝试 去迭代一个 不可以迭代的 这样一个实例 然后呢 我们看下一句是 为了当前是可迭代的 然后呢 我们对于非书组的对象 必须有这样一个 simple.iterator 这样一个method 是不是要有一个 这样的方法 对吧 所以说我们看到 如果我们当前 想让它变成迭代的 如果有这样一个方法的话 那它是不是就可以变成 可迭代的了呢 所以说 我们按照这个思路 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让我们结构 变成可迭代的 打开代码 我先把这句注意了 要不然会报错是不是 大家看 大家回忆一下 我们之前学的一些 数据结构当中 哪些结构是可迭代的 比如说 我们先举一个 大家熟悉的例子 AR表示一个数组 然后数组里面呢 分别对应 ABC 这三个值 我们都知道 数组是可迭代的 对不对 但是通过 刚才那个错误提示 我们发现 如果要想让一个东西 可迭代 它是不是要有一个 simple.iterator 这样一个函数 那我们看看数组里面 到底有没有一个 这样的函数 我们呢 输出当前这个AR 很显然是这个数组 对不对 我们展开给大家看 我们展开它的这个 Porto 大家再往下找 看去下面 你们发现 这里面有一个 simple.iterator 其实 只要你当前这个 对象里面 有这个simple.iterator 就说明它是 可便利的 那大家看 如果是可便利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 用上面这样的 nice的方式 去输出 数组里面的每个值呢 大概怎么做 大家仔细看 比如说 我们定一个 itrator 然后呢 它表示是当前数组 注意 数组里面 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值 所以说 我把这个值 写在这 叫做 simple.iterator 然后呢 它是个方法 对不对 所以说 需要加一个 括号 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个东西 它就是一个 固定语法 规定我们 就是这么写的 所以说 我们只要按照这个规定 去写就行 这时候我们再看 比如说 我输出it.nest 大家看 保存 我们看加码第34 是不是就能够输出a dong的话 说明当前没取完 对吧 然后大家再看 比如说 我输出三次 那结果 是不是就是abc 对吧 然后呢 我再输出一次 那是不是就是 unifind dong应该是出 对吧 所以大家看 其实对于数组 这种可得的 这种结构 它里面 是不是自带了 当前这个simple.iter 也就是说 它当前已经遵循了 iterator 这样的一个协议 对吧 所以说 既然你遵循了 这个协议 那就可变力的 然后呢 既然是可变力 当我们用simple.iter 把当前这个结代器 取出来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 用nest 这样的方法 这是数组 在ens6当中 我们是不是 新学的数据 就够有set和map 比如说 我拿map取例 new map 大家记得 怎么往map里面 去放一些值吗 比如说 map.set 是不是可以设置值 第一个 指的是不是 设置的key 因为map 叫建计对嘛 对吧 第一个属性是key 第二个指呢 就用的是value 比如说name 再说 对应的是bs 然后呢 map.set 比如说 再就用一个h 我就随便写一个 比如说5 OK 然后呢 再map.set 比如说sq 然后呢 它对应的是immoque 那这样的话 我先输出一下map 大家看 map会怎么样 是不是这种建设的形式 我们再展开 找一找里面 有没有symbol.itrator 往下找 大家看 是不是它也遵循了 当前itrator 这样一个接口 所以说 它也是可便利的 我们也可以通过nest 去便利里面的 一个一个的值 怎么便利呢 大家看 我们还是一样 在定义一个itrator 然后呢 等于map 中括号 symbol.itrator 然后呢 它是个方法 所以说需要一下一个括号 我在这边输出 it.next 括号 然后呢 也输出四次 大家看这个结果 从四十五号开始 array 输出 因为我们的map 是不是就是这种 限制度的形式 所以它就是反复一个array 大家看 它是不是 当前里面有两个值 name和es 对吧 然后呢 最后一次的话 按你放的 为true 所以说其实 对于这种map来说 它也是具备这种 itrator 这种接口 这种数据结构 那接下来 我们看一下 对于我们之前学过 这些原生的数据结构 都有哪些具有 itrator接口呢 我们看ppt 大家看 在我们之前学的 数据结构当中 其实有些原生的情况下 就已经实现了 这个itrator接口 第一个 array数组 刚才我们刚演示过 对吧 map 它其实也有 site呢 其实也可以 对吧 然后string 字幕串 也没有问题 这个type的array 好像很多同学 应该没接触过 对吧 它其实是 位置于数组的 这样一个结构 它的作用呢 是对于底层的 二进制的数据 进行一个描述的 它是这样一个作用 是描述一个 二进制的 所以呢 我们平时用的比较小 再下一个 函数里面的 arguments对象 这个用的很多吧 它是不是也是个 类数组 对吧 最后一个 no的例子对象 大家记得如何能够返回一个 no的例子对象吗 我们通过 document.get elements by name 或者是通过 document.get elements by tag name 是不是都能够返回这样一个 no的例子 这样一个对象 我们叫做节点列表 它是一个类数组 对吧 所以说 当前PVP当中 列出的这些数据结构 它直接就已经自带了 这种Atrade的接口 所以说 它们直接就是可便利的 我们可以直接通过 pull off 就可以便利这些结构 那回到我们的代码了 那对于刚才这样一个结构 我把它 试试到下面吧 对于刚才这个结构 如果我们想自己让它 去变成一个这种 可便利的结构 那应该怎么写呢 大家看 在正义写代码之前 我们还需要再去讲 两个概念 其实对应的是两个协议 一个叫做可迭代协议 另外一个叫做迭代器协议 可迭代协议指的是 你当前这个对象上面 是否有这样一个 simple.itrator 这样一个属性 如果没有的话 就说明你是不可迭代的 如果你有 就说明当前你是可迭代的 如果你可迭代 那我们就可以用 Full Off 对你进行迭代 这个是可迭代协议 就必须有这样一个属性 OK 那什么是迭代器协议呢 迭代器协议 其实指的就是说 我们当前这个迭代器 必须符合 这样的条件 刚才我说 它是不是必须 返回的是一个对象 对象里面 是不是必须有一个 Nex的函数 对吧 Nex的函数里面 是不是又必须 返回一个对象 对对象里面 是不是应该有Y6的值 和对应的Dun的值 这个呢 就要做迭代器协议 所以大家看 通过我这个代码的注释 大家应该能明白 这两个协议的作用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参调这个协议 去完成我们当前的代码 大家看啊 既然这个COS呢 目前是不可迭代的 然后呢 我们就希望它去遵循 Iterator这样一个 可迭代的协议 那怎么做呢 大家看啊 既然你遵循这个协议 那么你是不是就应该有一个 Symbol.Iterator 这样的属性啊 对吧 这是必须的嘛 要遵循可迭代协议 对吧 然后呢 等于一个方式 大家看啊 在这个里面 我们是不是要根据 当前自己的这样一个数据结构 去完成这个代码吧 它无非要求就是说 必须返回对象 有没有Nex的 Nex的返回对象里面 有不有不当 只要你符合这个结构 就可以 然后大家看 比如说我在这里面先取到 当前我这个all cause 怎么取呢 我们通过this.all cause this其实指向 就是当前的对象本身 也就是一个courses 对象点属性 对吧 取到这个当前这样一个对象 然后大家看 我是不是希望 这个对象里面 取到里面的每一个值 因为我去用这样的 我希望啊 把这个每一个结构里面的 数字里面后面的每一个值 都取出来 然后呢 一个一个的循环便利出来 那这样的话 我是不是应该取到 all cause下面的 每一个对象的key 大家记得我们在 reflat里面 用过一个方法 叫做onkeys 还记得吗 它是不用于 循环便利对象用的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all cause 作为它参数 传递进去 它呢 就能够返回 对应的这三个key值 分别是 fontend backend 和webapp 那现在是不是已经 符合了这个 可迭代协议 对吧 它已经有了 simble.betreator 这样的属性 那接下来呢 我们是不是还应该 去追寻这样一个 迭代器协议 我们在这边 是不是应该是 返回一个 对象 对象里面呢 有一个next 这样的方法 方法里面 再去返回一个 对象 这里面有 down对象值 和value 对象值 大家注意啊 它既然是一个接口 那我们想实现 这样的功能 是不是要完全 追寻一个接口 最后大家不要嫌麻烦 这都是固定语法 这必须这么写的 那接下来 我们是不是应该 根据我们当前的 数据结构 去取你们的值嘛 怎么取呢 大家 我们首先呢 我们定一个 values值 是个空数组 然后呢 我们一会儿 就把我们取到 那个值 比如说我们取到 是不是后面这一堆 这一堆 和这一堆的值 我们把每个值 都放到这样一个 数据里面 所以说一开始 数据值呢 是一个空的 怎么取呢 大家 我们在这边 比如说我们先 判断 我们啊 可以这边有一个 方法是 我们可以通过 values这个数组的 长度来去取 因为我们每次 取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是 一次取一个 对吧 因为我们前面讲过 当前 atrate的执行过程 每次进入next的时候 它是不是相当于 是一个值得 第一次指向 第一个成员 第二次呢 指向第二个成员 所以我们看 比如说第一次 进来的时候 values对应 都是一个空数组 空数组的长度 是不是零 零是false 你这个if也进不来呀 所以说我这边 取一个非 然后呢 我这边再写个判断 只要当前 我这个kiss 它的长度 也就是说 它还没取完 那我说就可以去取 怎么取呢 我们呢 通过这个 all cost 然后呢 中括号kiss 取出里面的 第零个 第零个是谁 大家想一想 kiss零 第一次取的 是不是应该是 里面第一个 是这样一个fountand 那当我们取到 all cost 中括号fountand的时候 取的是不是 它后面这个数组 对吧 这个数组 我是不是应该 给它放在 我们的values里面 存起来 然后大家在想 当如果第一次 我取完fountand以后 第二次 我是不是应该 接着fountand 再取它后面的 backand 那我怎么取到第二个 我这时候啊 当我取完一个以后 其实呢 我可以把当前 取完这一个 从数据里面 删除掉 我们可以通过 kiss.shift 这个API取的 是不是弹出的意思 它是不是 删除数组的 第一个元素 对吧 比如说第一次 取完fountand 然后呢 把它删掉 那下次再取的时候 是不是就backand 然后呢 backand取完以后 再删掉 下次取的 是不是就是 webapp 这样的一个一个率取 那然后呢 对于这个dum 大家想一想 它什么时候 执行完成呢 大家想一想 这个是不是跟我们 values的长度 是有关系的 大家想一想 这个是不是应该是 当前value的长度 取个非 就可以了 对吧 因为当前我每一次 取值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从value里面 取出一个值 每次取出一个值 这样的话 如果当它都取完的时候 长度是零 零的时候取个非 是不是就是处 表示当前都取完了 对吧 dum的时候就应该处 那我在这边 value取值 我是每次取出 它头部的一个值 所以说 我们这边通过 value.shift 因为shift呢 删除第一个 并且返回 删除的那样一个结果 OK 这样就能取完 二大注意 这个在我们当前 对象里面 对象里面的 key的值的顺序 是不是没有关系 大家想要注意 我们在这里面 一定是先写down 再写value 为什么 如果我们把value 写在上面的话 那么 是不是相当于 是我先删掉 再去长度 这时候长度是不对的 我们一定是 先去长度 再把这个值删掉 所以说 在我们这里面 把down写在上面 value写在下面 当然对于对象来说 属性的前后顺序 是不是也是无所谓的 对吧 我们现在能够测试一下 我们看看 当前这个结构 如果我用fulloff的形式 能不能对它进行 循环面力呢 打卡 courses 这边多个等号啊 然后呢 我们这边输出c 我们看代码第75号 大家会发现 输出的结果 其实就是我们当前 每一个课程里面 后面对应的这个结果 那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完成了 当前就一个 不可便利结构 把它变成了一个 可便利的 因为当前呢 我们追寻了 可搭带协议 和搭带器协议 有些人会想说 这个写成还好麻烦啊 我如果取的时候 那我直接就 比如说 我们一个一个取 取出放在暗的 把它后面值取到 再拼接上 外看的后面值 再拼接上 外皮皮后面值 这不是更方便吗 可能会这么想 对吧 当然我们把这个眼光 再放远一点 大家想一想 比如说 如果在公司里面 或者说我们做一个 比较大型的项目 然后呢 当前有某一个数据结构 它结构可能很复杂 然后呢 当前这个数据呢 可能需要很多的业务 或者说很多的模块 都需要调用 这样一个数据 那如果 当前我们用这个方法 把它做成一个可接待的 那当其他的模块 想调用我这个数据的时候 大家调用的时候 是不是直接就 Fall off循环 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在定义这个结构的时候 是不是已经把它定义成 是这种可接待的 这样用起来 是不是很方便 但是如果 对于这个结构 我们没有把它定义成 可接待的 那哪一个模块 或者哪一个功能 遇到我这个结构的时候 我是不是自己都需要 自己去实现一遍 当前 一个一个的取值 一个一个去拼接 大家有没有觉得 这样很麻烦 所以说 当于我们对这个结构 统一的定义成这种 可接待以后 那么 当别人在调用这个结构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很方便的 直接这一句话 Fall off循环 就可以了 对吧 这个是它的好处 然后大家应该也发现 其实 我们上节课学的 generator 它也是返回一个对象 对对象 也是有nice的方法 并且 nice的方法的返回值 是不是也是 value和down 所以说 其实 我们是可以在 iterator 这个迭代器里面 直接使用 generator的 这样的话 我们就不需要 自己去定义 nice的方法 所以说 接下来 对于当前这个结构 我们再用generator 这种方式 再去实现一遍 大家看一看 其实代码会不一样的 但是结果是一样的 我们这种极目的 是不是都是希望 通过Fall off循环 去便利当前 我们这样一个 courses 课程的这样一个结构 大家看 我们用generator的方式 怎么样去写 大家仔细看 同样的 我们还是要遵循 当前这样一个协议 对吧 symbol.retrator 是固定预法 等于一个方法 我们上次说过 对于generator的函数 它是不是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 方式后面需要有一个 信号 第二个特点呢 它里面需要用到 ill的这样一个表达式 对吧 大家看 这样的话 我们还是一样 先取到所有的课程 然后呢 通过this.or.cost 取到这个课程 这个没有变化 接下来呢 我们还是取到 所有的keys 我们呢 还是通过reflect.onkeys 取到每一个key值 把or.cost 为参数 传递进来 这时候呢 我们再定一个 value实际的输出 你们存储是结果 对吧 然后大家看 我这边写一个 will 然后呢 写一个1 1是不是表示处 它是不会一直是行 因为如果是generator的话 它每次调用的时候 是不是只是 取其中的一个值 所以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 写一个循环 然后呢 通过eld去控制 对吧 然后大家看 原理还是一样的 我们还是判断 当前values的长度 看看它 是不是为0 这边取一个feil 然后呢 我们再判断 如果当前 keys 它里面是 长度不为0 是有值的 那这样的话 我是不是就可以去取了 对吧 大家看 这时候呢 还是一样 values应该等于 or cost 然后呢 取到 它每次取的 是不是都应该是 对应的第一个值 下边为0嘛 就是第一个 然后呢 是不是再把它 给它shift 给它弹出来 然后大家注意 我们这边呢 写一个eld 然后呢 value 4.hf shift 然后呢 如果当keys 里面所有的值 我们都取完以后 这边呢 我们就return一个host 退出循环 然后呢 keys 结束 OK 大家看 这时候 我们对于这个else呢 我们再eld 然后呢 把我们的values 去弹出来 OK 这时候 大家没有发现 这种写法的话 因为generator里面 是不是自己实现了 nest的方法 它里面已经具备了 value和down 所以大家没有发现 整个代码功能中 我并没有写 nest的函数 也没有写 返回的value和down 这时候我们试一试 还是这个边力 我直接把它 拭出 大家看代码 第98号输出的 是不是也是 循环边界完成以后 这样一个结果 所以说 其实很多时候 当我们想用 itrator的时候 我们可以自己去考虑 我们是自己实现 一个nest的 还是说 跟generator去结合 让generator 帮我们实现 这样一个nest 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节课 要讲的 ES6里面的 迭代器 itrator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通过前面这些例子呢 大家应该能够理解 为什么说 itrator是一个 接口机制嘛 因为我们只要 对任何个数据结构 它虽然目前呢 可能还不能说 是循环边力 但是呢 它只要遵循一个 可迭代协议 在对象上面 具有这种 simble.itrator 这样的属性 并且呢 遵循迭代器协议 也就是说 返回对象 有nest的方法 然后又返回一个 value和down 组成这样一个对象 它是不是就是 可迭代的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 这种fallout的方式 对这个结构 进行迭代 所以呢 一句话 通过 eic6里面的 itrator 我们就可以让这种 不支持 变利的数据结构 也可变利 所以大家想一想 目前为止 如果我们说 某个东西 可变利的 通过之前 我们的认知 它可能只是说 是数据是可变利的 set是可变利的 map是可变利的 对吧 但是现在来说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任何一种结构 我们都可以称它为 是可变利的 这样的话 可变利的概念 是不是更加的广义了 所以说 当以后我们再说 这种可变利的时候 我们可能考虑的 会更多 对吧 不仅是局限于 之前我们所说的 array site map 是不是可以扩展到 各种这样的 数据结构当中 这个呢 是这节课 我们学习的内容